今天9月13日 又是星期五 即是黑色星期五 今天我這一輯金融絕殺在很遠的地方 不只是紐西蘭 是在歐洲葡萄牙里斯本 在那裏傳過來給你們 一個怎麼說呢 宗教味濃厚過濃厚的一個國家 剛剛那些紫夜黎薩 竟然在這樣的時間都有 在大廣場那裏 五十幾萬人 真是虛憾 好了 今天先說 和全球有莫大關係的美國大選 因為他們真正的結果那天 投票那天 兩個月都不夠 現在應該是開始 我們要進入這個世界 看看怎麼搞 因為全球的所有的投資人士 當然最重要是那些大型的基金 投資基金當然 投機的都有 當然是 好像對沖基金 退休基金 所有的大戶 他們都金睜火顏 要盯緊緊這個大選 因為 無論是民主黨贏 或者是共和黨贏 他們的政綱 都是有些不同的 起碼是有些不同的 未與籌謀 所有現在的大基金 大MASA 大行 所有的評論出來 有些勾說的 很多勾說的 起碼百分之九十九 OK 只剩下一個兩個是真的 OK 我們是其中一個 不用說了 好了 現在可以說 在這個大選上 怎麼說呢 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特別多 突然間轉態的又有 突然間轉人的又有 但是都是一件好事 現在轉了人 為什麼呢 因為怎麼都好過在一個大選上 那些美國人民 是要 硬硬地逼 在兩條老柴之中 一定要選一個 選到誰都死 即是說 OK 現在 好在 美國的國運 都有少少舊 就是 拜登的老太隆忠 連隱瞞都忍不住 全部出來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 逼得 逼著要換人 就換了 何錦麗 上來 何錦麗 都完全不是一個 做總統的材料 可以說是 OK 但是 美國總統 有很多 只要你是年青 能幹 你也有自己的一生好本領 你如果也認人 找到一些好的幫手 你們大家都知道 荷里活明星 朗奴列根 是指 都做過總統 但是他 後面幫他做事的人 搞定 搞得定 他能夠明眼 找到一些好的人才出來幫他 這樣 國家就有救了 現在 很多人 稍為精明一點的選民 都 立刻轉態 恐 這個 何錦麗 但是 特朗普 也有他 一大堆的 很忠心的 粉絲 所以才會形成他 也都 在 上一次 輸了給拜登 那個獲 幾乎就是 他發起 或者鼓勵 那個起義 進去 加州 那裡 所以 現在 也都 定了 是有罪 他現在 申請34項罪 34項罪 但是 竟然在 美國 這個 國家 仍然可以做 一個種種的候選人 所以 他 在 中文 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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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 我們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